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动物有点甚人 因为这些动物都是名副其实的五脸怪 这没有脸 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呢 今天的第一个五脸怪就是动员 在阿尔卑斯山的石灰岩洞中 生活着一种罕见的水生动物 也就是人们说的动员 初见它的样子 你会不禁感叹 这不就是龙的后代吗 动员至少在地球上存活了1500万年 而最早被人类发现是在17世纪 科学家也一度认为 它是可以在大雨中腾飞 成长为巨龙的龙宝宝 其实它是一种两栖动物 这货也就能长到20到30厘米 部分个体可以达到40厘米 因为常年照不到阳光 它们的皮肤缺少色素 所以除了三对腮为鲜红色 其他部分都呈现白色 仔细观察它的面部 你会发现它们根本没有眼睛 那它们是如何生存呢 因为它们常年生活在洞穴里 几乎没有阳光 所以眼睛就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 这使得它们的听觉和嗅觉 变得更加敏锐 捕捉猎物的能力像食人鱼一样猛 完全不像看不到的生物 其实啊 刚刚孵化出来的动员 也是有眼睛的 只不过随着慢慢长大 它们的眼睛会逐渐退化掉 虽然变为了瞎子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 它们对光的敏感度 最扯的是它的超能力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懒 到底有多懒呢 它们可以七年 不吃 不喝 不动 没错 不是七个小时 也不是七天 是整整七年不动 甚至曾经有科学家 在一些动员上做记号 研究它们的活动范围 结果大部分标记的动员 在十年里 移动距离不超过十尺 其实这生物是在水中 可以快速移动的 但是它们所生活的环境中 生物种类非常少 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为了活下来 不要动 就是放低新陈代谢 最好的办法 科学家们研究 这相当于我们正常人 十年只吃一顿饭 不过新陈代谢慢 也不是没有好处 研究人员推测 它们的寿命 可以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这足够它们在 漫长的时间长河里 思考原生了 接下来要说的 这个无脸怪 生活在深海中 它就是无脸雪曼 无脸雪曼生活在 四千米的大海深处 那里的水压很大 水温只有一摄氏度 你很难想象 这是它的头 看看它的面部结构 竟然找不到五官 这鱼是不要脸了吗 这种鱼 并不是随处可见 科学家在澳大利亚海域 进行科考任务时 一条巨大的 奇怪的 没有脸的鱼 突然降落在甲板上 科学家十分兴奋 以为这是个新物种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人类早在 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就发现了它们 时隔100年 它又重现在人类眼前 科学家给了它 一个正式的学名 无脸雪曼 虽然稀有 但它的分布相当广泛 在阿拉伯海 印度尼西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日本和夏威夷 都有分布 它们生活在深海中 那里没有阳光 只被稀少 食物匮乏 眼睛对它们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不过它们的牙齿 还是很锋利的 以甲壳钢动物为食的它们 吃起饭来 一口一个螺蛳 咬得嘎嘣脆 科学家仔细研究 无脸雪曼的脸 发现它们的眼睛 并不是完全消失的 它们的眼睛很小 隐藏在皮肤之下 所以在一些小的 无脸鱼身上 基本上是发现不了眼睛的 只有在较大的鱼身上 才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对这种鱼的了解 还是很少 未来海底 还有更多秘密 等待我们去发现 感谢收看X情报社 关注我 看更多新奇知识 请不吝点赞订阅